- 拍拖拖這麼久了,你們是去年2017年結婚 你也說過是2014年在瑞士求婚 - 發生什麼事令你2014年有個感覺? - 是不是2014年?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 - 你說- 差不多是那些時間 其實是有一次我在內地拍戲 我記得是12月31日,跨年 我自己一個人很悶很悶,覺得很慘 - 我也是這樣拍戲,覺得很孤狂 - 為何我這麼多年來還是這樣做事? - 去到起映日子的時候,突然有一個孤單的感覺 - 結婚是否和我距離那麼遙遠呢? - 突然有一個問題在腦海裡出現 - 其實一直以來,我們以前的偶像歌手 - 從台灣那時候訓練出來的心態 - 其實在腦海裡也挺根深提估的 - 當年我們是不可以拍拖 - 不可以曬太陽曬黑 - 很多很多規矩,不可以去酒吧玩 - 全部都是很多事情 - 千萬不能讓粉絲知道你的女朋友 - 讓他們看到的 - 其實這些思想教育,原來在腦海裡也一直有影響我 - 我經常怕我會結婚,然後我的粉絲會受不了 - 的確是有的 - 的確我拍拖公開之後,我收到很多信 - 甚至說要生要死,都是有的 - 但我覺得我不可以因為這些說話 - 去影響我正常個人的成長 - 我的生活不可以因為這樣 - 我覺得我在想 - 即是我現在都好比身為做音樂 - 其實音樂才是我要表演給大家看的東西 - 我的私生活,我應該去回自己的層面去思考 - 那我在那個12月31日到1月1日的整個晚上 - 我一個人在無石還是哪裡 - 我突然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- 於是我就決定了一個 - 啊,於是我就個人很想做這件事 - 但我又有點害怕 - 我有三天沒有試過跟Macey - 我說你不要跟我聯絡 - 我想靜一靜 - 他那時候以為我想跟他分手 - 哈哈 - 我那三天沒有試過 - 我一個小時都要訊息一次 - 但我連續三天 - 讓我自己很清晰地去想清楚這件事 - 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- 三天我們完全沒有溝通 - 像人們結婚前不准見的那樣子 - 之後我就決定了這個 - 我就開始計劃這件事 - 就是在瑞士 - 後來我就… - 但事前他不知道 - 完全不知道 -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Eric 孫耀威 - 想聽足本訪問 - 立刻去881903.com 節目重溫